歡迎收看不演的開講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傑文吉 傑大使 呃 凱陽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討論主題呢 其實就是此時此刻 正在進行的中共二十大 如今呢這個看起來 關於人事佈局 還有包括未來中國的國家路線 其實都已經這個 開始出現一些比較清晰的輪廓 跟可預測的方向啊 傑大使怎麼看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很多西方媒體 對於這件事情的評估啊 都認為說這一次相較於過去 可能這個中國大陸 非常重視經濟發展 這一次開始對於這個 比如說中美衝突啊 整個國際局勢的重新定位 開始有一些 就有一些這個決策 或是說有一些揭示 這個目標這樣子的角度 你覺得今年真的有不一樣嗎 今年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居安而思維啦 前一 前一 以這個習近平報告 前一陣子前一部分先講他過去十年的政績 尤其過去五年的政績 其他就展望未來 就是說 就是說 總結經驗 展望未來 這是這兩個步驟 那 你知道中國人的想法通通是自己居安思維的 那最後的期望 最高的期望是世界大同 對 和平相處 一個和平的社會 跟西方人不一樣 西方人是一元價值觀 最後是什麼 西方的這個意識形態啊 徹底征服全世界 然後繼續往月球去 繼續往太空去 你說外國的骨子裡面 其實還是有殖民主義的思想在就對了 那當然啦 它是掠奪式的 然後就是說 價值之間沒有辦法融合 沒有辦法融合就沒有辦法共存啦 就是你存著我 我存著你王啊 就可以鬥爭一千年啦 可以甚至兩千年 然後對於其他民族的這種 異民族 異類的這種相處方式就是把它殖民化 殖民化以後再把它 把它的思想 把它意識形態 把它徹底的改造 它就是說 英文叫convert convert就是把你的意識形態 把你清除以後 變成我的意識形態 裝到你腦子裡面 這是西方人的基本的世界觀吧 那中國人不是這樣 中國人基本上是 你活你的我活我的 大家都有權利在這個地球上生活 那麼公平待人交易的方式 盡量不要殺法 就是中國人的哲學嘛 那所以我覺得 不管你今天在大陸的是 中國國民黨也好 中國共產黨也好 或者甚至大清王朝也好 這種所謂的自我認定 跟這個世界觀都沒變 我覺得這是根植於中國的哲學 中國人的價值體系 所以基本上為中美中途做好準備 因為 本來習近平講說 世界太平洋夠大 容得下中美兩國啊 那問題他還發覺 美國人容不下中國啊 你不準備打仗 那你就準備挨打 我最想要問 紀大使就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延續著這個 這個是華盛頓郵報 然後他去定調他們的觀察 對二世大的觀察 對習近平講話的觀察 我正想要問你就是你剛剛講的 過去幾年包括川普時期 那時候山羽遇來的時候 其實包括像是王毅啊 還有包括很多中共高層 都曾經多次公開講過說 中美未必要掉入休息敵的陷阱 那現在在二世大 這個方向這個路線 這個說法已經不復存在嗎 這不復存在 現在就直接就講就是備戰 然後就靠實力啦 靠實力來準備啦 而且事實上的話你要看過去 就是1996年台海危機以後 這已經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了 是哈 中國大陸建軍的目標 基本上就是能夠在第一島鏈 跟第二島鏈之間 能夠產生區域拒止 那麼解決台灣的問題的時候 他不會去劣勢 那也才準備二十幾年啦 對 那不是為了 不是為了要擴張勢力範圍 或者說是世界爭霸 而是對於自己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有一個使用武力 然後不會受到外界 其他國家外部勢力 干涉的這樣子一個物質力量 因為中國共產黨比 我覺得比傳統中國政權 中國共產黨的政府跟傳統中國 他比較唯物主義 他就是說不是那麼唯心的 也就是說物質力量是很重要的 那你要打仗的話 你除了心裡的戰力的話 你最主要你武器不能輸人 所以我覺得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 他是很強調鋼鐵的力量 我覺得吉他使你這樣講 其實讓我蠻震驚的 因為我們過去幾年 包括我們不管在不同政論節目同台 或是說我在訪問你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會覺得說 當今這個世道是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 他們的政權跟國家路線都非常不穩定 反倒是像是中國大陸 一直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況 然後結果你現在說四五年間 從中美兩國未必掉入休息底的陷阱 到現在你認為說 直接就是一個準備中美衝突 這是一個180度的翻轉 你要從大陸角度來看 我勸你美國勸了五年沒用 你還是愈演愈烈 你對大陸的出手的方式 現在美國對大陸出手的方式 已經完全背離美國過去 所一手清新規劃出來的世界秩序 貿易秩序也好 安全秩序也好 然後社會秩序也好 各方面的秩序 過去二次大戰以後是過去 是美國設立的 美國人主導的 197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 基本上就是用美國人所主導 設計出來的國際社會 再重新回到國際社會 跟世界各國來相處 也不見得是競爭 可是問題是中國勝出了 中國用美國人的遊戲規則 基本上把美國打敗了 也就是說我比較熟悉的世界 國際貿易法規的話 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當時西方人認為 這了不起啊 你是一個計劃經濟共產式的 這種經濟政治 意識形態的國家 你完全可以加入WTO 那也就表示你事實上 你就接受了西方這一套整個制度 所以他們認為愛西方 覺得西方來了 你接受我的做法回過回來 我就可以和平演變 把你的政治體制 隨著你的意識形態改變 也西方化 那中國人從來沒有說 我跟你交往以後 你不要變成中國人 你不要跟我一天到晚 搖頭晃腦的 孔子孟子孔孟儒家 然後唐宋八大家 然後唐師宋慈的 中國人從來沒有這種想法 可是這不表示西方人就沒有這種 西方人不管任何接觸 他最後就要改變你腦袋裏裝的東西 這是他們文化的特質 我們中國人沒有這種文化特質 我們不了解西方人的文化特質 他基本上跟你交往 他會對你很好 因為他發覺你有教化之可能 你可以被他convert 你可以被他轉化 從你的價值體系 從你的世界觀上 都可以convert 中國人沒有 中國人沒有 所以事實上的話 就是說 中國大陸用西方的秩序 戰勝了西方 那最後美國選擇什麼 美國把他自己的國際秩序 完全丟掉 對美國人對中國來講 對中國來講是沒有任何規則的 他今天對中國大陸所有採取的 制裁 你不能針對一個國家 是石油禁運 最後把日本 因為逼到說 那時候日本內閣後來揭露的史料 一直講說內閣開了好幾次會議 在天皇面前 講說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我們石油可以撐多久 然後東條英姬 最後做決策 只有18個月 不得不開戰 然後於是就引發了珍珠港事變 那現在美國不是又走回同樣的路線嗎 美國事實上 我覺得美國的國際政治的理論 一直分兩派 一個是所謂的現實主義派 一個理想主義派 其實美國的國際政治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現實主義 美國唯一一個理想主義的 一個國際政治理論大師 就是威爾森 他其實是 克林森大學的國際政治學教授 可是他做了總統 所以在他任內 在第四大 結束第四大戰以後 他親手規劃 一四大戰以後的國際社會 他設立了一個什麼 國際聯盟 就聯合國的前身 所以你知道這個國際聯盟 美國人主導設立以後 美國沒加入 也就是理想主義的國際政治觀 在美國的這個政治現實 是沒有市場 很脆弱的 他就是相信國際政治 現實主義 他們就研究權力是什麼 什麼是power 那權力怎麼使用 權力的規則是什麼 其實用權力的話 基本上就是從民法則 也就是說我可以 我連告訴你這個秩序 都是我在運用的一個權術 國與國之間只有權力的關係 沒有合作的可能 因為合作可能 除非我基於短暫的利益 現實的利益 我可以跟你合作 那可能是故弄玄虛的 也可能都是暫時的 沒有永久的 那我可以跟你合作一下 大部分的時候 國際政治就是什麼 就是比拳頭 有拳頭你就可以決定是非 你就可以掌握話語權 你就可以怎麼樣 你就可以支配 而不被支配 那國際政治就是一個支配 與被支配的關係 沒有其他的關係 那國際合作是因為 最主要的權力 就是這種所謂的霸權 就現在大家都認識吧 霸權認為國際合作 對霸權有利 然後建立一個合作的機制 然後自己也遵守 這個機制的規則 那是因為基本上 對我這個霸權有利 當國際合作的機制 跟合作的這個 整個合作的整個體制 是對我霸權不利的時候 那我毫不猶豫的 就會把這個體制跟機制排開 就跟美國現在 對WTO的態度一樣 那對聯合國的態度也是如此 所以介大使 在這段我們做結論 所以你認為說 其實二十大 真的是這個中國大陸的 國家路線是有在轉變的 它開始因應國際局勢 因應美國的態度 其實相較於過去 比較溫和的路線 現在開始把意識形態的位階提高一點 然後把整個國家安全的地位 提高在經濟發展之上了 其實這個部分 我一直都認為過去一段時間 如果我們在看西方媒體 在評論習近平思想 或是中國路線的時候 我一直都認為前澳洲總理陸克文 他蠻靠譜的 相較於很多那種 比較瞎的那些亂七八的評論 然後陸克文的說法 我覺得其實蠻有參考價值 他其實在這一篇 針對二十大的一篇評論文章當中 其實提到幾個重要點 第一個點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認為過去十來年 中國大陸採取的是一種 機遇主義的路線 就是經濟發展是王道 反正我們就是 也不用跟你什麼 沒事叫硬碰硬 沒事就跟你大小聲 我們就找機會 把經濟給拉上來 把經濟給發展起來 但是這一次二十大看起來 似乎中國大陸就把意識形態 國家安全 然後這些議題 提到經濟發展上面至上 這個不能為了經濟發展 就犧牲這些了 最大事也將來這麼大 因為他的對整個大環境的認知改變 歷史之變 世紀之變 這個大變局 認定了 這就是說你今天認定這個變局以後 就做調整 做調整 那其實中國大陸基本上 我認為還是 就是說 以鬥爭求和平 則和平存 以妥協求和平 則和平亡 其實是求和平的 可是方法改 這是毛澤東講的 你方法改的 過去是用妥協的方式 我跟你一起求一個和平共存 那現在和平用妥協方式不行 那我就用鬥爭方式 我的目的還是和平 可是我用比較強的鬥爭 所以這次他們講 習近平講的十七世鬥爭 在整個報告裡面 講的十七世鬥爭 就發揚鬥爭精神 那也就是說 不示弱了 那我們之前也提過 就是說我認為大概就是 中國大陸的大外交時代開始 軍事是備而不用 是一種嚇阻的力量 可是外交就變成一個 最主要的攻堅的武器 那就是說從韜光養晦到 決不出頭 鄧小平開始的韜光養晦到現在 有所作為 那第三個更進一步就變成 是國家安全最大的力氣 必須主動出擊了 所以這個觀念是在轉變的 因為中國大陸是比較講總結經驗的 總結歷史經驗 過去五年總結歷史經驗 我得出來結論這是四季之變 歷史之變 這個變化是這樣的 已經確定了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大概也就是如此了 就是不斷的怎麼樣 這個叫什麼 試探底線 試探底線 英文就叫push the envelope 就是不斷的往試探的底線 那你變成你只要退它就進 你只要退它就進 那這個情況之下 大陸就改變做法了 那麼強調鬥爭精神了 那可是中國人打仗的話 基本上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迂回的 一種是直接的 直接在前線上 直接對 你說的打仗未必是軍事 經濟層面 社會層面 還是純軍事層面 那就我們講人生就是一場戰爭 就永遠是戰爭嘛 那國家與國家也永遠在一種 鬥爭的狀態之下 那你就說 你在碰你的這個底線的部分 你怎麼對 然後你的大戰略來講 你怎麼迂回包圍它 你怎麼樣掏空它的基礎 把它的那個聯盟瓦解掉 把它的內部的這些矛盾加大 國際矛盾加大 那麼這是一個全盤的一個棋 那對中國歷史上來講 這種事情面臨太多了 那也就是說 中國可能要有一個思想上的一個改變 就是說第一個 這個全球大合作的時代 你不退碰到我的底線 另外一方面 我跟你產生全球性的競爭鬥爭也好 那就需要擴大朋友圈 對不對 來破解敵人的包圍圈 這我想大概就是這樣子一個戰略了 那不過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中國人開會的方式的意義 本來就跟西方人不一樣 西方人開會就喜歡在裡面討 吵鬧的 最後弄出一個 大家弄一個妥協 然後在裡面好像大家都暢所欲言 這不是中國人的方式 所以陸克文比較懂中國人 你不能說講到會議就是一件 只有你有西方人的方式 西方人西方的方式 中國人中國人開會的方式 這個會 十九大就已經差不多確定了 十九大的時候就已經把所謂的 國家主席的位置的任期兩名字解掉了 就已經為這個事情在鋪陳了 設計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過去五年都在準備 然後這個二十大 其實很多會對中國人來講的話 中國這個文化來講的這個會 這麼大型的會議 基本上它一定是要完全在掌控之下進行的 那個劇本都寫好的 對 就是行禮如頤而已 那這個過去準備是從什麼開始準備 從五年前 從十九大結束 就在開始準備這二十大的會議 所以對中國人 所以中國的文化來講 這種會本來就是一個 總結 總結 極其大成 最後大家有一個 共同意志的表達 都擁戴以後就繼續往前走 其實陸克文在這篇投書當中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觀點 是跟其他西方媒體比較不一樣 甚至更大膽一點 很多西方媒體還在預測 預測說習近平會不會有第四個任期 其實陸克文是認為說 直接就說習近平可能會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 所以他的說法跟很多西方媒體評論不一樣 像我們現在會看到一些 比如說過去一段時間 包括美國很多媒體在一段在宣傳說 兩岸2027最危險 因為那是這個習近平第三任期 即將到第四任期的時候 所以他勢必要做一些大事 來確立自己的歷史定位 增加自己連任的籌碼 但是陸克文認為說 他其實要繼續連任下去 應該不是個問題 他反倒認為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如果中美衝突 以台海為核心的中美衝突 可能會發生在這個世紀的30年代 就是第四個任期的時候 這個部分接下來是怎麼看的 我是覺得我最近 參加一場蘇起的論文發表 他是預測是在這個五年 他為什麼 他的論點也很有參考 他認為習近平如果要進入第四屆的話 他這一第三屆沒有解決台灣問題的話 或者台灣問題惡化 他第四任是沒有可能 所以是偏美國另外一批媒體的說法就對了 就是就在這個五年 他認為這五年是最危險的 那台灣問題為什麼會變成 現在就浮上檯面 我們講看事情就是說 有一個議程 agenda 我就跟我們開會一樣 agenda 一個議程 然後第一個討論什麼 第二個討論什麼 第三個討論什麼 有的是討論案 就是你要做出決定 有些是報告案 就說大家來知道 給你這個分享訊息 那台灣問題從 從在議程上 本來是報告案變成現在討論案 討論案就是要做決定的 那本來排在第十項 那現在變成可能第三項 第二項 那這要怪美國了 這要怪這個蔡英文了 你為什麼要把台灣議程 這個議題在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的議程裡面 把它提到那麼前面 以前台灣有一個評論者 他就說台灣不要老是想插隊 去插隊幹嘛 你去看習近平大部分的演講來講 報告演講 中國人講的 中國人講事情 即使是中國共產黨 我認為也拖不出中國的所謂的 《論語大學中庸之道》 修身齊家治國憑天下 憑天下是在後面 修身第一 齊家第二 成義振興 成義振興 那從這個宋明理學開始 先從心開始 一個讀書人 一個理想的人格典範 先從心 誠意振興 修身齊家治的機會 是有步驟的 那中國人做的事情 一定是修身開始 習近平講一個共產黨的修養 回過頭來講 共產黨的修身齊家 把你家治 第三個 治國 治國完才憑天下 對不對 所以你看習近平講 大部分都是講什麼 怎麼把中國再治理好 再把這個體制搞強 競爭力搞好 把中國怎麼帶上 兩個第二個一百年 然後從小康 現在全面脫貧了 我要全面進入小康 然後做治理 2049進入一個 社會主義的強國 他講的都是治國 憑天下是最後的 而且中國人講的 憑天下是什麼 是水稻取成的憑天下 是你到了一個盛世以後 你的唐太宗天可汗 是萬邦來朝 不是你去萬邦把人家打 打得人家跪地求饶 中國人是萬邦來朝 是因為你內盛 既然外亡 這是中國的哲學 我認為我看了 我看了習近平整個講話 就是這是傳統中國之道嘛 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是這樣講 我先把自身搞好 然後我再講 那這一套西方人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每次看西方哲學 我以前跟西方人 美國人和歐洲人談亞洲 我發現他們就是兩個字無知 為什麼會無知 因為他跟中國清朝時代的世代夫一樣 知己不知彼 我們中國人經過這麼一百多年教育 我們一直在研究西方 研究西方到一個程度 我們對自己的傳統也都不是那麼熟悉 那你回過頭來看 我們中國人 中國人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 你在這個地 你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星球上 你從你個人到你的家國 到你跟世界 還有跟宇宙的關係 中國人是一整套的 那你先看習近平開這個會 我們從中國人的哲學思想來 我非常了解 可是你要從西方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今天西方國家的那種評論 我閉著眼都知道他們要怎麼評論 他本來就是要這樣評論你 你就是一個異端 你就不是他們的人 你不是他的人的話 基本上他就對你做一種 貶抑或者妖魔化 一向就是如此 不會看到你的任何的道理存在 所以介大使的意思是說 如果從這個修身齊佳治國平天下 這個進程來說 放到國家 放到中國大陸最近的發展 可能就是從前幾屆 第一屆第二屆的時候 可能包括像是整頓共產黨內部 人事的部分 先把這個整頓好 之後開始推動整個國家的脫貧 脫貧有點像就是治國的路線 然後再來要確立這個左派領導的路線 還是存在的 不可以被說近年來 這個很多這個中西之間的交往 然後把這個思想給毒化了 這些事情要重新確立 然後接著呢 但在這一屆呢 很明顯平天下這個議程被加速了 所以特別像是在這個針對台灣的篇章裡面 過去是說要打擊台獨勢力 現在是把外來勢力放在台獨勢力之前 這也是一個被迫加速的 的一個表現 對 現在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台灣的問題提上議程 主要美國的對台灣的政策改變 你知道在1979年美中建交 之前1971年這個 基辛吉祕訪中國大陸開始 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過程經過八年 最主要的 最主要最主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第一個 一個中國政策確立 第二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對不對 然後反對台獨 這個三個基本上 就是美中建交的政治基礎 也是到今天 秦剛還跟美國人講說 台灣問題是美中關係的政治基礎 這個基礎不存在的話 美中關係面臨瓦解 就是很清楚 那台灣問題 就是說對中國到來的底線是什麼 第一個你不要去搞台灣問題 的台灣的國際法地位 你已經承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話 你就不要再玩了 沒有什麼台灣國 台灣主權未定的 這已經講清楚了 因為我們建交的時候 你給我承諾 你不能變 對 那你現在問題 大陸認為你在搞 你在搞變化 你在搞這種所謂的 和平演變也好 非和平演變 你在演變 你的台灣關係法 你的台灣政策法 你沒有把2758號 聯合國2758號決定 聯合國沒有對台灣的地位 有做任何決定 對這不就是台獨的基本教育派每天在談的事情嗎 那你尼克森 你今天 你今天 你今天拜登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裡面演講提台灣問題什麼意思 你從1979年美國總統有到聯合國大會提台灣問題嗎 那你就是把台灣問題拿到國際舞台上來 重新搞台灣問題嘛 那還有就是說 主權象徵的問題啊 一直談到台灣主權啊 主權象徵 國企軍服 這些東西都允許進入美國的這個 美國的公固門裡面 台灣的代表處給你改名啊 對不對 那美國這個立法部門的那就更多了 國會裡面 我們台灣本來就是主權國家 它本來就這個 然後美國對所有 有關未來兩岸的軍事衝突 美國政府的用語全部改了 用invasion invasion就是侵略 對侵略是國與國之間的 才有侵略 然後還有一個annexation annexation英文就是併吞 可是中國大陸當初認為這是我國內內部的問題啊 對不對 台灣對中國來講是一個分離主義的問題 台獨對中國是一個分離主義的問題 他是搞分離主義的 那所以這個定位性質完全改了 所以中國大陸看這個問題 他就把它立刻一層提到前面 然後他也知道是美國改 蔡英文只是一個互從者啦 他是一個互從 他沒有選擇的互從 那他就把一小撮台主放在第二位 所以這個變化其實我認為是外環境的變化 那就變成他主觀上把這個問題的屬性跟他的急迫程度 就立刻做了很快速的調整 Jazz你會不會覺得這其實也是一種鋪墊 因為說實在的我覺得我們節目應該有很多海外華人 很多對岸的朋友在看 他們也許未必同意我們這樣說法 但其實我們自己在台灣內部的政治觀察會覺得說 其實民進黨嘴巴怎麼講 就是嘴巴說不要身體很誠實的 其實心口不一啊 他們自己認清說在台灣不可能推動任何法理台獨的 美國不會同意 中國大陸這邊的壓力也讓你不可能這麼做 所以嘴巴上不管怎麼講 有的是嘴巴上還有講要讀啦 但他其實不會真的這麼做 好幾次修憲案在立法院提案要收回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說 就是嘴巴上講說不講 但私底下做一些能夠小小的推進一步 往讀的方向啊 修個課綱啊 然後改個什麼護照啊這種的 這樣子 但是基本上大環境大家都知道說 你不可能宣佈法理台獨了 這件事情是大家都認知的 台灣人至少很多對政治評論是這樣看的 可是現在是美國拉著台灣 你不能不讀啊 你不能不往這個方向走啊 你必須要做好準備啊 你知道前一陣子那個 台灣政策法不是要讓台灣駐美代表 直接提升到大使地位 就是我們沒有要 你也不可以不要 這種做法 所以我就想到說其實過去幾年 其實大家在討論 特別是在阿扁任內的所謂反分裂國家法 中國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 其中其實有一項構成這個要件是外國勢力的介入 所以他現在把外國勢力提到台獨勢力之前 是不是一方面因應台灣政治局勢的變化 然後另外一方面其實也是在埋梗呢 對 他其實 其實中國大陸以前台灣問題是一直跟美國談的比較多 那我覺得他在美國談基本上可以維持的框架的穩定 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 基本上台灣問題 當初毛澤東講的 他說可以放一百年的啦 那放一百年他 毛澤東前面有一句話 他說我們相信蔣介石先生的民族主義立場 你要民族主義立場是沒有問題的話 對你可以放一百年 現在台灣民族主義立場 現在很多年輕人被教育不是中國人 中國是敵國對不對 跟我們受的教育 我們那個時候年輕受益 完全不同 我們是大中國思想 三民族要統一中國的 我們不但統一中國 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學校的海報一面 那個月的主題是 誰來經理中國 我們那個時候想到的整個的 未來的原因 你們那時候的所學 都是為了要重新回到中國大陸 去把中華民族給振興起來 我們的想法跟習近平是很像的 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怎麼復興起來的問題 對不對 那時候蔣公又在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所以我們對傳統的文化是非常有使命感的 那對這個民族中華民族的命運 我們從小是有很強的使命感 我們是在這樣訓練之下 這樣子環境長大的 那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民進黨從陳水扁開始 從李登輝開始好了 他就不斷去中國化 會不會有效果 是有的 那會變成 這個過程中 當然還有很多謊言 因為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 這個是 之前不是被破解一個很好笑的謊言 就是試圖要把台灣人 從中華民族切割 說台灣人是南島語系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個從歷史上 你要看一下蔡振元的歷史 就很清楚了 其實除了原住民 我實在不知道這種說法有什麼說服力 其實我有時候跟一些主張獨派年輕人 我跟他談話說 我說你只能說你不做中國人 你不能說你不是中國人 因為你是不是中國人是由你的血液決定的 這個是科學證據決定的 那你從你的血液來講的話 你就是中國人 然後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否認 那你可以說我不選擇做中國人 我今天去做美國人 我今天去做英國人 你可以選擇 這是法理上這邊的選擇 這是法理上的問題 這是一個主觀認定 可是民族跟血緣不一樣 可是民族人 你今天任何學民族學的 學這個歷史 還看台灣 他說你都是中國人 這是不可不可質疑的嘛 那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問題現在搞得很複雜 很混亂的情況之下 那我也會加強中國大陸對於 處理台灣問題的 不會像毛澤東那麼有信 說百一百年了 現在就變成要提前了 然後美國事實上的話 手上沒有武器了 對中國大陸沒武器了 所以布林肯這樣說 其實這個部分 我想要把介大使拉回 你剛剛所提到的 現實主義這個部分 可是現在現實主義 遇到一個很基礎的邏輯矛盾 就是美國可能主觀上認為說 北京在加快同一時間表 所以他的做法可能是 比如說武裝台灣 或是強化台灣自我防衛 或是說不管是心理上面的 然後把跟中國大陸 這個敵我意識要加強 不斷用這種方式去 等於是要做好台灣自我防衛的準備 這樣子 可是其實這種做法 反而會讓北京更急迫的 覺得說要趕快處理台灣問題 他不是等於說你的目的跟你的手段 其實是矛盾的嗎 然後你越是覺得說 北京要對台灣動手了 你去武裝台灣 然後北京越會覺得說 美國在對台灣出手了 我要加快統一 然後美國又會覺得說 哇那我要再更快一點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這是一個惡意螺旋 對他也越轉越快 這不是現實主義的矛盾嗎 其實我在美國的國家 我跟他們美國人 我相處得非常愉快 我也很瞭解他們 我在他們的國家也住過很長段時間 那我以前對美國的態度 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美國過去在台海之間 它扮著一個穩定的角色 甚至老講以前要反攻大陸 美國也是反對的 然後它在兩岸之間 總是扮演一個 過去我認為是讓兩岸衝突 能夠不表面化的一個角色 可是我認為美國現在的角色變了 就是它在兩岸關係上 它扮演一個促戰者的角色 那就越來你看出來 美國人有一點點頭疾了 就是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死了 我養你台灣養兵千日 我現在要你上戰場 有這個味道存在 那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我常常就會提出警告 說要注意 要注意 台灣正在被美國人送進戰場 所謂台灣政策法 就是促進台灣戰爭法 我就是這樣認為 那其實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台海發生戰爭 離他還有十萬八千里 這場戰爭離他的非常強 美國現在都已經一直在講 台灣在第一線對美國的價值 對台灣在美國來講 從頭到尾都是怎麼樣情況 對美國最有利 那現在對美國最有利的發誓 發誓的話 就是發生一場亞洲的俄乌式的戰爭 俄乌戰爭的亞洲版 如果發生在台灣的話 對美國極為有利 因為他可以給予美國的一個 去進一步修理中國大陸 不管是經濟財政各方面的 一個很好的一個槓桿 台灣問題如果爆發起來戰爭的話 第二個這樣戰爭的話 也會讓今後不管台灣落入大陸手裡面 還是沒有落入基本上會落入大陸手裡面 大陸未來的在台灣統治 會很困難 會很困難 那付出慘痛代價 那第三個的話 這也會嚴重延緩中國大陸目前 再慢也有4%的經濟成長率 那麼也可能會中國大陸內部的高層政治 產生一個負面的一個因素出現 因為很可能他的最高決策層 可能對台灣問題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這些種種的變數加起來 對美國人來講在此時此刻 是對他最有利的一件事情 就是兩岸打起來 所以介紹亞洲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對美國來說 就是其實美國一直以來 國策都是把戰爭打在海外 然後保護自己的本土 然後各地都在打仗沒關係 反正我出錢 甚至出人成本都是最低的 都是最低的 然後但是付出代價都是你們直接交戰國 都是在我本土以外的地方 所以他當然希望台海這邊 可以阻斷中國大陸的線性發展 因為美國雖然 我之前看一篇報導講說 美國各個部門或有不同的評估 但基本上都認為說 21世紀的30年代 這個中國大陸經濟總量 一定會超過美國 一定會超過美國 那你說人均當然落差 還是非常大 可是很多就是以國家為單位的那些 比如說科技發展 軍事建設 那他就會逐漸開始要超越美國 那所以這個問題是 美國一直在找一個機會 要阻斷這個線性的發展 讓他頓挫 甚至讓他反轉 這是最好的 他在找這個機會 所以那其實過去 因為中國沒威脅 然後台灣算是準盟友吧 那所以你們兩個都 哎吵好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但現在中國大陸 這個美國現在政治人物 不再思考說中國會不會超越 而是在討論什麼時候超越而已 是不是在我任內而已 所以這件事情就變成說 我沒有要跟你客氣了 我開始要弄你了 就是這樣擺明了 美國人的鬥爭性極強 這個國家是在戰爭中建立的 在戰爭中成長 在戰爭中強盛 也在戰爭中衰落了 未來就是這樣 可是他永遠在戰爭中 而且他只有在戰爭中 可以讓內部的矛盾 內部的鬥爭 可以稍緩 一致對外 美國最明顯的例子 他幾次戰爭都是這個國家快速成長 解決內部問題的最有效的工具 那所以現在跟中國大陸的話 基本上只是沒有軍隊開打而已 因為我認為最主要原因是 中國大陸核之武力 那這種戰爭就非理性的話 就不會慘了 那所以一定要找代理人 對中國大陸也好 對俄羅斯一定要找代理人 美國培養俄羅斯 培養烏克蘭是從 在冷戰時期就在培養 只是說1991年冷戰結束後 美國對俄羅斯 對烏克蘭 對所有這些國家 尤其烏克蘭 就不斷的在裡面 在不斷的不斷的 想要控制這個國家 最後他成功了 成功的從1991年 烏克蘭自己鬧鬧鬧 最後到了192014年的廣場革命 對就徹底變成一個分裂國家 打起內戰來了 那到現在俄羅斯全面入侵 烏克蘭打戰友戰爭 美國在裡面花了30年 二三十年的時間 這國家是有目的有方法 有條件的 在外面製造紛亂的 那台灣來講 也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台灣基本上 沒有美國人 這方面是沒有情感的 那個情感是假的 利益是第一的 現在要自助中國大陸 美國是個武器庫 拿出來看一下 就是台灣 香港這張海沒了 新疆 較較可以 你力量 死不上力 你死得上力嗎 死不上力 中國大陸新疆四周 這邊有上河 這邊 你翻得過喜馬拉雅山嗎 對不對 這邊你從海 你進入到新疆嗎 從北 你能從蒙古 蒙古國你美國 你控制得住嗎 你從俄羅斯你進新疆 俄羅斯跟你合作嗎 根本就拿不出 大師 你還講遠了 美國連阿富汗都搞不定 都撤走了 他怎麼去搞這個中亞地區呢 搞不動了 現在就是台灣 台灣自捕 對不對 他對中國的命運的影響 就非常強烈了 對 那中國弱的話 第一個丟的就是台灣 中國如果拿台灣 他中國就是變成一個大強國 你想想看 你不要想說 維持現狀 不維持現狀兩岸統一的話 那 中國的 核子潛禮基地還需要放在榆林港 他還蘇澳 當然放蘇澳港 一出來 幾十分鐘就嚇到全世界最深的海溝 他就等於走 就等於是這個 這個陸權國家 就 取了台灣之後 他就等於是通向太平洋 通向整個世界 五大洋的鑰匙就拿到了 然後 整個東北亞 將來不聽中國聽誰了 台灣 什麼 義夫當官 守在這個位置的話 你日本人 你怎麼 你無所遁形 你的生命線 你就看台灣 澎湖 然後呢 這幾條線就拉在這裡 日本乖乖受命 那你韓國也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東北亞 只有這兩個大國 你的門 你的門是我來守的話 那這個局勢就變了 美國 那日本倒是聽中國的 還是聽美國的 所以這個就變台灣 事實上的話 這個地位是極為重要的 那當然大陸也知道 集不來 最後不要搞 人家說 兵容疆界是最差的 中國人的想法都是 用兵是下下撤 那可是問題就變成 你用這麼多 ECFA 任何的這種 這種懷柔政策 這麼多年下來的話 你也沒有產生質變 它的質變是越來越分離 顯然就是說 這個過去的政策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政策 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空間可以 另外來找 找其他出路 可是 時間來不來得及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的話 西方人都講 他們大陸對台灣 或解決台灣有急迫感 這也是確實啊 我們最後還是回來做 把結論放在二十大本身好了 就是剛剛這個 介大使講到急迫感 他看起來習近平本人好像 未來五年 未來甚至未來十年 甚至更久的時間點 他有 他有很 這個 這個疑慮 來處理台灣問題了 那你覺得 怎樣這個人事布局 包括像國家 像這個總理啊 國務院總理啊 什麼之類的 這些人事也會做 相應的調整了嗎 現在李克強 大概是會下來啦 問題就是說 他會不會還在這個 所謂的這個 政治局常委委員 政治局常委現在七個人吧 政治局常委 第一保不保這個位置 然後他是不是做人大常委啊 對不對 或者國家副主席啊 這個是 現在還看起來還不確定 不過 黃岐山的話 國家副主席這個 他年齡真的是 這很大 七十幾啊 那這個位置 控出來誰去接這個位置 對不對 李克強有可能 對 那 或者是人大常委 栗戰書也要下來 對啊 這兩個位置 他都可能去接 那他接的時候 他要不要深具這個 政治局常委這個身份 也不一定 因為政治局常委 真的是權力核心 對 就七個人 真正的權力 國家領導人 對 那這個李克強 是值得看的 不過看起來 他應該是 國務院總理這個職位空出來 那誰去接 汪洋接嗎 對不對 還是胡春華接 那汪洋也 六十也是 已經 已經快接近七十人了 胡春華快六十 那就看吧 就看 就看是不是 因為胡春華原來是隔代接班人嘛 就是說當時 因為他又是團派的 團派的話像 就共青團嘛 共青團的 像李克強啊 胡錦濤啊 都是共青團 這個派 這一派 他怎麼覺得哪一位 你有沒有推薦我們 關注哪一位指標人物 會代表什麼樣的路線的轉變 或是說怎麼樣國策的 奠頂之類的 其實就看 看這個所謂的 習派的人 是不是 是不是會大舉的進入到入場 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委員會的委員的常委 就七個位置 那現在這幾個都是 都是陳爾敏 然後丁薛祥 李強 這三個 如果都進的話 這裡面就是 可以看出來習的體制會更強固 他更準備做事 因為這個如果三個 因為今年 我看外面講 這個 汪洋嘛 然後栗戰書嘛 然後很可能王滬寧 這七個委員中這三個 因為年齡的關係 就空出位置來了 本來王滬寧正好在七 六七 大陸是七上八下 可是我看有些報道說 王滬寧也有可能 那三朝元老 從這個江澤民進入到這個 中央 中國中央 高層領導階層 他就三朝元老了 那他是不是會繼續下來 如果這三個位置都放出來的話 陳爾敏 丁薛祥 李強 胡春華 這四個裡面 看是哪三個進去 進去的話 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如果胡春華也在裡面 然後接國務院總理的話 那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妥協 跟團派這個力量 共青團團派 不過我覺得 就習近平過去十年來到 他是比較強勢領導 胡錦濤那個十年是一個非常柔性的領導 他事實上他是尊重這個所謂的集體 集體領導制 可是集體領導制也造成很大的問題 中央集體領導制 地方是首長制的話 那地方首長在中央只要找到一個 政治局常委的話 他在地方上他就全力穩固 也就造成那個胡錦濤的十年 當時講有亡黨亡國的可能 貪腐問題太嚴重了 然後派系問題出來了 那胡春 習近平上來那個十年 基本上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那他是一個強勢領導 沒有集體領導的問題 而且一上來把周永康過去搞政法 直接就好 在上一次十九大就已經神治立法了 這是很大的一個動作 這次又 這個公安部副部長又在這一次 又再次這個所謂的政法委 中央紀監委的那個報告裡面 又提了那個一系列的這些地方的 甚至中央跟地方的情治首長的一種懲處 那就表示他這個控制事實上是 權力是很穩固的 那未來的布局就變成 中國大陸過去在權力繼承中 他有年輕人入常的做接班人的養成工作 然後像習近平現在六十九歲 他四十九歲他就入場了 他跟李克強同差不多年紀就入場了 經過兩任的政治局常委 然後順利接班 那就是給他十年的養成 就是储君養成 那現在看來這個計劃很難 因為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如果說要做一任的話 那這些目前這 我剛剛講這四個 大概都是六十到六十五歲之間的人 他五年之內有接班的可能 那你最年輕的還是胡春華 他到時候六十五歲 六十五歲他要做兩任的話 他做完也就七十五歲 所以目前就是說看入常的這些人 是哪一些人 那當然如果說習近平要做兩任的話 就做到再做十年的話 那他就不必他現在 太刻意的培養接班人 他可能會在他第四任的時候 把真正的接班人 把他放到入常裡面 我覺得介教士 你這個觀察很細膩 不會有古代那種帝王新術的感覺 其實真的帝王在正直壯年的時候 他都不會希望自己身邊 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接班人 太子就難做了 被廢的太子太多了 對他也不希望這樣子 他會讓其他的朝臣中 開始有一些別的心思出現 感覺起來好像真的有這樣的安排存在 最後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那所以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很多西方媒體 就是大肆的去報導 比如說也是渲染 就渲染說什麼 什麼李克強對於這個封控啊 還有對於什麼戴不戴口罩啊 哇看起來似乎要跟習近平造反了 又說這個前一陣子 這個習近平出訪上河回來之後 然後呢這個在隔離的時間說 哇呀是不是政變了 是不是政變是不是被軟禁了 然後最近呢其實就是一個最 就是不斷在炒作的話題 就是北京那個燃燒的輪胎跟白布條 你都覺得這些恐怕 就是很多媒體希望把它炒作成 這是一個政局不穩的徵兆 但其實你認為這個領導其實只會更加強固 沒有不穩 我覺得這個領導應該是相當穩固的 因為習近平政績很好 就是說他當時 李克強跟他兩個的時候 聽說他們兩個在誰接班的問題 他內部有一個 內部的有一個民主程序 就是北戴河會議嗎 我記不太清楚了 可是我的印象就是當時 內部有一個民主主 大家比較主義 大家比較喜歡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走的是比較強硬的路線 整黨 黨風 然後呢打灘 打灘制服 然後對外採取比較明確的強硬路線 他獲得大部分人的支持 那他這個10年來事實上的話 他設定的目標也就基本達成 而且看起來 中國大陸要面對未來10年的挑戰的話 是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心的 不管在思想上 在這個整個組織上的控制 在他的這個團隊的這種成熟度來講的話 習近平現在是不二人選 那就年紀來講69歲 也是不是一個無法做事的年齡 我們看向太平洋比亡的拜登 對啊 他做完也比拜登年輕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他現在受到 大部分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絕大部分的還有中國大陸人民的擁戴 這個是我覺得是不可置疑的啦 對 因為他 大家也知道中國 但我想今天在中國大陸很多人也知道 中國面臨這個一個關鍵性的10年 這個美國國安顧問也講了 中美爭霸關鍵就未來10年了 對 你能撐過5年 你還挺住的話 你差不多就贏了 那可是也不保證贏 你還要撐過後面5年 所以未來美中稱霸的格局 爭霸的格局 關鍵未來10年 那你在關鍵台灣問題你穩不穩得住 你要打的話 你有沒有快速 你有這種所謂的快速取勝 然後少後移政的方法 這個很重要 對 你能不能穩住 另外一個就是經濟 還有這個全球的這個佈局鬥爭 一場鬥爭的話 你是不是有足夠的這些謀略經驗 跟執行的團隊 這個對習近平來講的話 現在以中國大陸 李克強不是他的 不是他 完全沒有辦法去挑戰他 那其他這些 你說汪洋硬是被說成是上海派 或怎麼樣 我也不這樣認為 那我是覺得以中國大陸目前他這個黨的這個中央核心 這些分子來看的話 應該都知道中國大陸未來10年是一個很不好走的10年 內類外外都面臨很大的挑戰 那這個時候你是不是有一個沒有經驗的一個掌舵的人來掌舵 還是一個已經有足夠的經驗 然後有足夠的成績 表現出成績的一個人來掌舵 我覺得這是大局 大局 那你說那個北京一個拉一個布條的話 那根本就跟大局無關 我認為完全無關 就要我們看問題都看大局 可是西方人 西方人很高興 嗯 西方媒體一片 一片大樂啊 在那邊擴張軒然 也就是說 呃 六個字嘛 唯恐中國不亂 他覺得是水壩上面的第一個小縫隙 才是在漏水的 但是恐怕對大局沒有什麼樣太大的作用 而且這個介大使最後講的這段 其實非常的 發人深省 特別是對比現在英國的政局 我還記得我們一個月前還在這邊討論 特拉斯女士的這個新的英國新政 結果他現在民調剩7%啦 這反而就是凸顯了這個政治穩定的重要性啊 那未來 這個二十大持續進行當中 下禮拜 介大使也許再給我們更多新的觀察 跟不同的觀點 今天非常謝謝介大使 謝謝大家 掰掰